美国优廉国际运输及保管公司分析,运价持续飙涨的主要原因,一是随着经济重开,逐渐增加,航运需求量高涨,但是制造新船的时间需要一年半甚至两年的时间,因此即便现在全球贸易都恢复,货船还是没有办法马上造好。 此外,港口集装箱周转情形并不理想,船到了港口外,起码要等上一到两周才能卸货,例如旧金山,洛杉矶,西洋港口的卸货问题都比较严重,这也是造成运价飙涨的原因之一。 且受到航运集装箱运费飙涨,还引发两个现象,第一个是直接冲击到进口商的利润空间,当进口商所赚的利润无法支撑成本时,就不会先进货。 第二是进口商和产地工厂之间,过去会先商谈分摊运费成本,但当运费涨到一万多美元后,许多进口商都表示,无法负担这么高的运费,且宁愿先不进货。 值得一点的是,随着年底感恩节、耶诞节购物旺季来临,年底旺季业绩占全年度的一半以上,因此进出口商都急着出货,尤其是消费产品,短期内运价还会再升高。 赢了大家及时, stare位。 赢了大家及时,否则两个僧业装中,afa ab